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盘面上的观察先来请教威廉老师 千万向前冲 理财放轻松 欢迎跟着股市权威掌握台股看盘操盘重点 台股大盘指数连续三天的大涨 那标股一一的接棒 其中我们看今年最猛的标股是谁 是材料KY 那如果以刚结束的10月份来看 谁是第一名的标股呢 答案是台湾名版 你有沒有发现市场上最强的标股 其实股市权威节目都帮大家领先掌握了 重点在于那下一档会是谁呢 今天的节目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教你如何掌握标股基因 帮你复制下一档材料KY 复制下一档台湾名版 另外第一档卡位才有早鸟的便宜价格 最近从电影投控到系统 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投资朋友来询问 该怎么办 原来都是因为不小心冲动追高了 那你想要知道的操作策略 后市看法 温阳老师透过节目 今天详尽地再教给大家 另外中钢很罕见的 从挂牌以来 这是史上第二次宣布买回库长股 那你认为是否意味着 钢铁的产业触底了 或者说中钢的股价 已经太便宜被低估了吗 到底库长股对于股价有没有实质的护盘 乃至于拉抬的作用 我们该怎么看待中钢的库长股后市 待会也会交给大家 所以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的话 千万要记得一定要到YouTube频道 去搜寻股市权威陈维良 帮我们按个赞 订阅 转分享 好 那大盘的部分 从技术面的观点来看 这一波跌破颈线的时候 那当然市场上有很多 看空 看跌的声音 大家认为大盘指数即将下滩连线 那魏杨老师其实呢 我就把这一条颈线 蓝色的虚线画在这里 那都没有去动它 都没有去改它 那各位看 如果能够让你再重来一次去做选择 你要在颈线跌破的时候 站在买方还是站在卖方呢 事实上 事后来看 大家心里都有答案 因为呢 从低点以来 已经呢 涨了745点 也不过呢 短短的四天 尤其是从上周四 周五到今天 这三根红棒 其实呢 显著的呢 扭转了整个台股的走势 那只是呢 事后来看 当然简单 事后诸葛 每个人都会当 但是呢 在那个当下 其实你能不能有一个安心的策略 能够让你做出正确的判断 正确的行动 这很重要 大盘呢 不要随便追高杀低 不要呢 涨时看涨 跌时看跌 那个股当然也是 而且呢 个股更为重要 而且个股更容易让投资朋友 在涨的时候 信心爆棚 无比的看好 那跌的时候呢 慌张 惶恐 就会忍不住想要乱杀股票 那我们就以呢 2363系统为例子 上个礼拜五 它因为结束了分盘处置交易 找盘股价先开一个平高 创下波段新高61块钱 接着翻黑下沙打到跌停板 那股价呢 震荡了十几% 那我上个礼拜五 等于呢 收完盘后 面对这一根黑黑 老行灾灾的 在节目当中呢 花了很长的时间 跟各位解析 分享我对系统的第一手看法 独家看法 那今天再来解他 其实就已经呢 没有那么大意义了 因为呢 事后想要怎么讲 这个比威阳老师会讲的人 多的是 但是呢 在上个礼拜五第一时间 我花了将近一半的节目时间 这真的必须要说 你们要给我多按赞 支持我一下 真的是佛心的节目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呢 都关心系统 可是呢 却没有办法安心的操作 那我们其实呢 从上个礼拜五的解析当中 就跟各位提到 所谓的洗盘 它有个关键精神 就是一定要洗到 让散户会怕 会卖 这才叫洗盘 各位体会一下 这番话的意思 如果洗盘 是可以呢 张三跟李四 两个人坐在那边呢 一边抽着烟 一边喝着咖啡 轻轻松松的说 这没什么啦 这个就是洗盘啦 不用怕啦 那这个还叫做成功的洗盘吗 当然不是 等于白洗了 所以呢 真正的主力大户的洗盘 一定 一定 我要用力的强调 一定是洗到 让散户会怕 让散户会卖 这个才叫做洗盘 所以 你能不能在 股价波动的当下 那个当下 moment 就有 专业的老师 足够经验的老师 让你安心 带着你赚钱 这很重要 每个人都想要在股市当中 赚钱提款 可是赚钱的前提是 你的心一定要是先安定的 如果你常常呢 会呢 突然暴喜又暴怒 长的时候呢 超开心 好嗨 跌的时候呢 好害怕 那 其实到最后呢 一定就会 轮入 追高杀低的错误循环 所以心要能够安定 这个才有机会呢 踏往赚钱之路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今天 节目的重点 那首先呢 统计 今年以来呢 从年初到现在 整个台股上市归公司的 第一名标股是材料KY 那如果呢 是10月份 整个台股上市归公司的涨幅 第一名 则是呢 台湾民版 好 那这两家公司 都是 薇洋老师呢 带领家族朋友 在这一波呢 算是市场当中 相当受到瞩目的代表作了 那我们在股市权威节目里面 也一直跟大家重复的去提醒 我们呢 是怎么样去挖掘标股的 那我们今天呢 再来复习一次 这张标股藏宝图 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那所谓的标股 它必然呢 是直变 才会有量变 也就是说 公司的经营的内容 体质 产生了改变 转型 那接下来呢 才会有呢 业绩数字的量变 也才会带动呢 股价表现的量变 那什么样的体质 是值得我们去做关注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除了你要勤劳的 去阅读 收集资料 看财经节目 看报章杂志之外 重点是 你要分辨哪些字 是标股的关键字 所以呢 我把这些呢 跟一家标股的 基因体质有关的重点 都罗列整理在 标股藏宝图上中 就以刚刚所讲的材料KY 它其实呢 最主要就是涨价缺货 那另外呢 以台湾明白来说 本来是制作呢 国内的票证卡 信用卡 然后呢 现在跨入到呢 虚拟货币的冷钱包 找到了新蓝海 这个都是呢 跟标股突破 大幅度成长有关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关于呢 台湾民版 那目前呢 因为还在分盘 处置阶段 那所以 其实对于它的价量上面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 值得论述的重点 不过呢 这里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 你眼睁睁看着 它从呢 70几块 已经呢 到今天最高涨到145 这足足呢 等于是说 在过去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就大幅飙涨了一倍 那免不了的 我必须说免不了 又有很多投资朋友呢 私讯就是询问 现在还能不能追 那我真的要讲 如果你现在去问 这个问题的朋友 真的先 该打一下屁股 那为什么 在低档的时候 你不行动 那你非要等到一档股票 涨个不停 涨到你心仰难耐 你倒不住了 你才想要进场 那你自己也知道 现在进场 其实相对的胜率 已经变低 我不能说赢不了 但相对的胜率 跟七八十块比起来 已经变低了 所以呢 你才会想知道 现在呢 还可不可以去做追 而且你自己在问 这个问题的时候都知道 你其实是在追高 你其实是在冒险 我讲得更直接一点 你其实是在赌博 你其实是在赌博 只不过呢 你希望你的赌博的背后 能够得到 魏杨老师的肯定答复 告诉你说 这里你可以去赌 输了算我的 我绝对不可能 这样告诉你的 所以基本上呢 再好的股票 我其实都还是冷静看待 我必须要讲 我们当初呢 材料也好 定颖或系统 我都有提醒大家 再强的股票 也不可能天天涨 再好的公司 也会震荡拉回 所以呢 与其你现在自己 想拿着你辛苦的血汗钱 去拆去赌 140几还能不能买 那不如说呢 你上一次没有在呢 七八十块 把握机会上车的朋友 你来跟着魏杨老师 一起操作 当它下一个 理想的买点浮现的时候 我再带你进场 那因为毕竟客观来讲 公司的股价在短时间内 大涨 这本来就会有 技术面的压力了 那况且呢 基本面虽然前景一片光明 可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 当股价跑在基本面前面 而且呢 是前面的很远很远很远的时候 这个时候真的不应该去盲目追高 那台湾民版 为什么我们这么看好它 刚刚提到 它过去呢 是以信用卡 还有呢 票证卡 作为呢 它的核心业务 在整个国内的市占率 大概三成 但是这一块市场呢 当然也比较成熟 也有新的竞争者 所以呢 其实公司也换过 经营的团队 这个也是呢 结合我们刚才所讲到的 新团队 才会呢 有新南海 那切入到呢 所谓的虚拟货币 冷钱包市场 那因为看节目当中呢 毕竟有一些投资朋友 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 那我简单解释一下 像我们如果有实体的资金 你会存在呢 实体的金融账户 那做这个虚拟货币的储存或交易 他们呢 也要有呢 数位的账户 那如果存在呢 线上的账户 必须要连上网路的 这个叫做热钱包 所以相对而言呢 冷钱包指的就是呢 不需要连线上网的 它是属于线下的数位账户 那比方说一样呢 就是存在这个金融卡里面 那其实这个就刚好 是让台湾民版 过去以来的制造优势 能够延伸 能够转变 跨入到冷钱包的业务 所以呢 它目前所生产的这个冷钱包 晶片卡是不需要连线上网 然后当然也方便携带 而且呢 它还不需要充电 并且拥有呢 军用规格的安全加密等级 那因为呢 很多所谓的 这种虚拟货币 放在数位账户 最怕的就是被骇客偷走 所以呢 不用连线上网 就可以断绝骇客 那加上呢 它有成本上面的优势 那目前呢 因为已经呢 跟币托交易所签约 所以呢 从九月份开始出货 那第四季呢 放量 那明年呢 不仅是大幅度的成长 而且呢 这个出货量 有机会呢 比今年成长好几倍 甚至呢 可能上看一百万张 所以这个就是呢 未来我们会 密切去留意 它的营收部分 是不是开始出现跳针 那除此之外呢 更可观的是来自于呢 当人家拿了这个 它的冷钱包的 晶片卡去刷卡之后 消费百卖 那这当中呢 它还有一%的分润金额 所以这个部分 完全都是呢 净赚的 所以未来它的获利 有可能就会呈现了三级跳 那当然这个都是呢 我们要一步一步去做追踪的 那重点是 股价已经领先 跑在前面的时候 未来它就要拿出 每个月的营收成绩单 每一季的获利成绩单 来支撑股价 呈现了中长多的格局 这就像当初 我们在看材料的时候 材料从200涨到1200 不是天天在涨的 它中间也有一些过程 包含技术面的涨多洗盘 那包含因为材料呢 每一次它公告 它的营收或财报 会来跟市场的法人预估 做一个比较 能不能符合预期 甚或优预期 所以投资要有这样的一个策略计划 你才不会呢 慌慌张张的 那讲到呢 材料KY 今天股价呢 就出现大涨了 还记得这一波拉回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提醒 这里呢 机会已经大于风险 事实上呢 我们看好材料KY的主要的原因 都没有改变 它主要产品呢 包含应用在香烟的丝数 还有呢 应用在眼镜框的触片 那往上游去做垂直整合 那讲到香烟这个市场 当然香烟呢 是有害身体健康 不过呢 值得留意的是 加热不燃烧烟 因为呢 所用到的丝数 它的数量呢 是过去传统的香烟的1.7倍 那这一块市场呢 正在快速的崛起爆发当中 所以这让整个丝数产业 供需层面 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这就是为什么材料KY崛起的背景 那你从它的一个实际业绩表现 就知道 营收获利不断的往上 那系统呢 上个礼拜已经做了很多解析 我今天呢 只稍微再提供给各位一个 值得思考的重点 是来自于呢 上周五外资大卖了38600张 这个单日卖超张数呢 乍看之下当然非常的吓人 可是呢 如果你去对照 上周的千张大户持股 跟上上周的千张大户持股比喻 基本上呢 没有减少 反倒还呈现微幅的增加 这个逻辑各位听清楚想清楚 当外资大卖过后 千张大户的持股却没有减少 那这个是否表示 千张大户也正在大买 那更进步来讲 我认为根本就是 特定人用外资账户去卖系统 再用呢 你不会特别留意的账户 化整为零之后 从别的账户把持股买回 所以它的持股并没有减少 那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标标准准的洗盘 那讲到这边就好 那我希望系统不要经常 这种剧烈洗盘 搞得投资朋友呢 这个魂不守舍的 所以呢 我觉得我还是少讲一点好 我今天讲一讲 万一明天它又洗 那大家心情又会比较难熬 那定影投控 我们的看法没有改变 涨到这里以后呢 希望各位要去注意 如果投信持续大买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 它的第三季的财报获利 事实上是优于预期的 那也就表示说呢 展望2024年 定影投控的EPS 还有旺在上修 所以先前法人所估计的目标价 大概是在135元 那当它来到100元以上的时候 你去追高 可能剩下的利润空间 相对比较有限 可是当它呢 从三位数回跌到八字头 其实这个地方 有超跌 就会有超额报酬 所以同一档股票 你知我知 大家都知道之后 接下来比的就是什么 谁的买点精准 谁的情绪管理比较好 谁不会追高杀低 这个都跟策略 跟专业 跟经验有关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或者你常常呢 在过去的操作当中会吃亏 那欢迎大家呢 就直接用最有效的方法 跟着威廊老师的选钱冲吃盘 带你在农历年之前 好好的冲一波 那怎么样可以跟着 我们一起操作呢 您可以直接在 待会休息时候来电询问 或者是加入LINE的粉丝园地 atstock888 小老鼠 stock888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议赶紧回来 至于请威廉老师 帮大家分析 欢迎您回到股市权威 再把时间交给威廉老师 好 中刚宣布 要买库长股15万张 虽然不是破天荒 不过呢 它挂牌这么久以来 这也不过是历史上 第二次要买库长股 那我们从库长股 过去的一些经验 把几个要点 跟各位做个归纳分享 那首先呢 因为中刚呢 它如果整个库长股 15万张买好买满 而且呢 假如是以买在区间的 上限来讲的话 最多可能会动用到 1379亿元 好 那我们去看了一下 中刚的现金流量表 跟它的资产负债表 到第三季为止 它帐上的自由现金流量 是5.5亿元 那自由现金流量呢 就是表示呢 营运活动的现金流量 减掉呢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再讲简单一点 就是公司可以自由分配运用的资金 5.5亿元 其实大概就是一个 芝麻绿豆大 对中刚来说 就是一个芝麻绿豆大 很少 所以它其实账上的现金并不多 那再者呢 我们去对照 它这次刚才讲到 买回库藏股的总金额 如果我们处以它的流动资产 1994亿元 这个比率是达到了69% 基本上买库藏股 最好不要商本 就是要用公司的 自有资金 闲置资金 所以占流动资产的比重 最好是小于10% 可是中刚买库藏股的金额 占流动资产比重 是将近7成 所以这个简直就是 要撒大钱的概念了 这个对于一家公司的营运 并不是好事 你说如果想要维护股价 基本上景气翻扬 或经营绩效好 股价自然就会涨 也不需要库藏股 那真的要库藏股呢 就要有闲钱 那不是动用到呢 你的命根 那我们看 其实如果一家公司 真的有那么多的闲置资金 像国内外有很多的案例 倒不一定要实施库藏股 也许你加配发股息 也能够激励股价 那再来 我们如果去看一下 中刚它历史上 第一次实施库藏股 是在2008年的10月到12月 那一次呢 它是宣告要买30万张 比这一次还多 可是最后它实际上 库藏股期限到了以后 它只有买了10.8万张 执行率呢 大概就是三分之一多一点 只有36% 如果以实施的成效来说 不能说不好 因为毕竟后来股价是没有再破底了 表示呢 它大概也是挑了10基 你看都是在大跌过后 宣布去买库藏股 那因为本来就是 就是景气循环产业嘛 钢铁业本来就是不会永远烂啊 所以你当已经烂了好几年 或者说股价跌很久 跌很深之后 其实这个时候 当然你相对看起来 库藏股进场的位置 它会是在低档 可是这不一定是因为 真的是库藏股的买盘力道 因为从上一次经验来看 中刚的财务结构没有那么好 所以它其实没有那么多 我所谓的闲田 所以你看它最后只买了36% 所以我不认为这一次 中刚15万张会买完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那如果你真的是 长期持有中刚的朋友 那我认为 现在也不会想要叫你去卖了 因为我刚才讲了 钢铁是景气循环 那现在就是谷底 那明年应该是有机会比今年好 可是如果说明年 有复苏上去的话 站在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 我建议你 趁下一次中刚股价弹上去 钢铁业景气复苏的时候 我真的建议你要换股票 中刚的竞争力跟十年前 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提醒大家 投资要与时俱进 要随时跟上最新的主流 最新的趋势 那讲到这个 当然就要提醒大家 我们最新的标股 今天持续的拉红K棒 股价走势真的快要压不住了 那如果你想要跟着 魏老师一起进场布局的朋友 千万切记 你所需要的绝对不是 只有股票代号 自己去猜 猜出来也没有意义 要成为真正的赢家 要懂得波段搭配短线 要会买会卖 要懂得资金分配 就像你看到系统 你看到定影 你看到材料 你看到台湾名版 就算你认识这档股票 就算你知道代号 可是不了解它未来基本面 或掌握不住 主力大户的洗盘手法 都还是有可能会被洗出场 选前冲刺班 帮你通包 帮你做最完善的规划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冲刺的朋友 直接来电或加入LINE 私讯询问 小老鼠STOCK888 ADSTOCK888 祝大家操作顺心 好 最后继续观众片 我们本公司所推介分析 知识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选择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